说起动作片 还是香港明星拍的是最好的 可以把演技和配乐配合的相当完美 让观众看起来有种刺激 紧张的感觉 而之前的扫读也是赢得了大家的好评 在扫读活动中却出现了卧底 三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为了生存下来 用尽一切办法 电影的整个过程都让人心惊感战 睡眠不好的朋友可能看了都会睡不着 整个心已经被提到了嗓子眼的感觉 这部片子更是取得了很多的荣誉 并且这部剧的三位主演 也都是德国影帝的人 可想而知 这部片子真的相当的好看 所以时隔这么多年 扫读二马上就要上映了 这部片子与上一部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 整个故事有了新的线索 并且在演员上也有所变动 也不是原班人马 而且还新增了美女 蒋英彩儿 周秀娜等有名的香港大牌明星 在第一部里看到的都是钢铁大汉 也都是打打杀杀的内容 而这次加入了女性 不知是不是会有人女情场感人的情节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部电影 由刘德华监制 看来这部片子是真的经过精心的设计而制作的 看了第一部的作品 你就可以得知第二部也应该是更精彩了 更何况这次还多了刘德华 让整个片子更有魅力了 这部片子的一个场景也是作为我开机发布会的现场 就是香港的某个地铁站 按理说地铁站是人流量较大的地方 而毒品要是怎么和地铁扯上关系呢 这也成为了一个很大的疑点 不过不得不说这个场景也还是很特殊的 具体是什么关系 大家到时候去电影院看就知道了 一定要记得这个场景 不懂老眼为什么要把这个场景作为背景 可能是很重要的 一直以来毒品就是伤害众多人们生命的致命点 有的人因为毒品失去生命 丧失理智 丢掉财产 弄散家人 而且很多警察也是因为要扫毒 而作为卧底去那些黑社会里做卧底 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发现 也随时都有可能失去性命 所有电影里的故事 也是在生活中真实存在的 也是想通过这些电影 告诉那些吸毒的人 能知道毒品对你们自己的身体有多大的危害 也有多少人为了劝诫你们继续错下去